就是我會想要再吃第二次的 好吃勒 肉供這裡有鮭蛋喔 每次吃 每次都覺得好吃 讚啦 來到鹿港有幾個景點大家應該都知道 老街啊 天后宮 那如果要密食的話就是跟我們一樣 去到市場 鹿港的市場就對了 你說嗎 裡面還有刷冰嗎 你說這條雞啊 我都來這條雞 鹿港是彰化的旅遊熱門去處 道地老店 擄獲韜客的胃 而第一市場附近一大堆銅板美食 通通不免50元 價格十分親民 轉送三合一的男爵 大腸 豬血跟麵線 我覺得它的豬血真的很好吃 非常的滑順 嫩好 大腸有保留它大腸的味道不失敗 而且它看得到裡面那個白白的 我覺得白白的那個就好吃 怎麼樣 還是以前熟悉的老味道嗎 一樣的 它的豬血很嫩 它是比較清湯類型的麵線 所以我還蠻喜歡那個裝泡的 欸就吸了一個 它是屬於濃稠度比較濃的那種麵線 它這間柴魚味道比較重 它就是肉跟沒有滋鮮 所以你比較喜歡豬血那間的口感還是這一間 如果味道的話是豬血 然後如果是麵線糊的口感的話 這間比較深 老字號 嗯 隔壁潭三代主傳的肉圓 同屬老字號 一樣不要錯過 剛剛看老闆在用超Q彈 你啊如果沒有用湯匙去切 其實很難切 就這樣會有彈性的味道 然後它的這個肉啊 有種香腸的味道 所以吃起來很棒 它的辣醬超加分 喔 整個那個味道這樣很深 配這個QQQ 這是我會想要再吃第二次的麵包 它這個筍塊一塊一塊的還蠻明顯的 而且濃濃的 口感不夠的 胡椒味 好吃勒 十塊這裡有價錢喔 你看它的麵包 就是它的皮是厚的 喔它是發起來的 對然後是很香的 然後是很香的 它這個皮有一面是煎到很脆的 它這個皮有一面是煎到很脆的 所以你咬下去的時候會卡滋一下 高麗菜控制得很好 還吃得到那個脆 那個豬菜的清脆度 所以它整個這樣也是真的不錯 肉肉又有一種炒過五香粉的那個五香味 有煩喜小當家的歌嗎 有 有味道 出火過來 還有人專門帶著自己家裡的保麗龍香來炒 我喜歡他們家的烘粿 為什麼 就是還吃得到傳統的味道 它那個烘粿真的很不淺 就是會吃到烘粿的香味 然後黃色的對我們來講是正宗的 就是我們喜歡的烘粿是黃色的 鳳梨冰 就是有點鳳梨罐頭那種 很甜 很香的味道 就是有點鳳梨罐頭那種 就是本來最喜歡鳳梨的人 覺得覺得好好吃 它裡面的料其實蠻多的 有水 然後有鴨肉真的 是那種不會太厚重的那種薄芡的口感 我覺得最酷的是它裡面的薑味 是我第一口吃到的味道 就是整個鴨肉是泡薑去提味的感覺 這很像勾生的涼菜阿 重點是它整塊鴨肉 你可以很清楚的吃到鴨肉在裡面的口感 然後它是有點覺得像 也是有點像菜味一樣 它就是融合了很多那種高湯的氣味 而經濟實惠的米糕 充分感受香Q糯米 搭配瘦肉較多的滷肉 簡單卻也不失美味 相較於羹羹湯 我們更喜歡米糕喔 來到鹿港一定要買肉包 是買阿鎮肉包 然後呢 我跟我妹比較喜歡吃這個 老龍絲 我常說去阿龍絲很奇怪 就是喜歡那種裡面帶汁的感覺 是脆脆的 有香菇 每次吃 每次都覺得好吃 真的阿 老街香腸與麵茶 已是通俗選擇 突兜贅述 最後來個小彩蛋 喜愛喝手搖引的 追妹推薦喝看看主打黑糖的這一家 然後要喝之前也要先放下去 他這種破特真的蠻漂亮的 搖均勻在喝 這樣夠均勻 幸好你不是身體在搖 我才不會這樣子 然後就開始 所以很愛演 店員說要搖均勻在喝 牛奶糖 對啊 很像牛奶糖 牛奶糖配珍珠的感覺 介紹完畢 最後帶你到花蓮走一走 歡迎訂閱按讚和分享 也感謝您這麼做的知音們 用我的視野帶你領略各個城市 我是PJ大俠 我們下次見 我剛剛咬下去那個米的時候 我下一大點 因為它那個麵茶的味道 還蠻好吃的 就是